老店传承一直是饮食业面对的难题之一 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壮记烧味 在右航区几乎没人不认识 每逢饭室都大排长龙 入职22年的郭师傅 每天早上六点就已经要回店铺做准备 叉烧 烧肉 烧鸭 每日都新鲜烧 都没有东西的 只是心机的 做烧味来说是心机最重要的 大同小异的味道 但是烧出来的效果就不相同 在烧的过程之中 你会看那些东西 靠你的嘴够不够丢 烧味 乐料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卤水汁由开店用到现在 鸡脚吸收了卤水汁精华 香味浓郁 上一年了 上网看到有人顶手的工厂 我们刚刚找一些食品工厂 因为我本身做食品批发的 发觉这个工厂又不太合用 阴差阳错之下 原来知道这里的老板 他准备退休了 所以不做店铺 不如你订好店铺 这店铺已经三十年历史了 所以就谈谈一下 接手来做 因为我们全部同事 都是原本人买留在这里 所以水准一定是保持得到 味道是调得好的 我认为是适中 適合澳门人的口味 传统的味道 三十年都吃了这个味道 我希望把味道传承 我做了这间店铺 没多久 发觉原来不是 就是富人街坊会来帮衬 还有一些老街坊 搬来社区都会来帮衬衬 我们甚至有些老街坊 在石排湾回来帮我们 帮买我们 喜欢吃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就希望 把这品牌传承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